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網路改造計畫的EP2 在EP1的時候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用非常低的成本 買了一個交換器 把樓下原本有的NAS搬了上來 跟這邊的Mesh的Router做了一個小型的有線網路 來提升我的剪輯效率 我就可以從NAS把素材直接提取出來做剪輯 到目前為止我非常滿意 為什麼要做這個EP2呢? 主要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了我的網路服務公司的電話 還要跟我說我每個月只要多花個5塊10塊 我的網路速度下載就可以從120M提升到1.2G 更吸引人的一點就是 原本少的可憐的上傳的5M可以提升到40M 我每次上傳這些拍好的影片 都要上傳非常久 升級到40M就非常吸引我 我想說好,就要花這個錢 接下來我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家裡多年前購買的這些網路設備 其實都是圍繞著120M去購買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車流去做比喻 這就好像一條公路 我前端的地方從4線道擴張到8線道或12線道 很過癮,然後所有車都可以擠上來 如果後面的地方還是維持在4線道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所有車都會擠在公路上 都會塞車 那就好像我的網路一樣 我前端已經升級到1.2G 我後面並沒有跟著升級的話 其實每個電子設備 可以看到的網路速度其實還是跟舊的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這兩個設備 一個是數據機 另外一個是無線的Mesh的路由器 那我們一樣可以用公路的交通作為比喻 外面這些網路就好像是高速公路一樣 車來車的網速度很快 那數據機的功用其實就好像交流道一樣 就是把這個車子從高速公路引導到平面道路 那就好像把這些網路引導到家裡來一樣 那至於這個路由器呢 就好像是無論是有線或是無線啦 它其實就像是交通警察或者是紅綠燈一樣 就是依照著一些規則或是順序 把車子引導到他們的目的地當中 那以這個網路的術語上來說呢 就是把這些網路的資料 引導到你的電子設備當中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實測看到底對網路有什麼影響吧 Let's go 數據機呢 英文叫做Modern 那其實它就是Modulator的意思 簡單上來說呢就是外部的類比訊號 跟內部的數位訊號呢進行解碼交換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呢是使用有線電視的網路服務的話 你就需要買這台 如果你是使用像光線那樣的服務的話 你就不用花錢買這個了 我先前呢是Netgear的CM700 它號稱速度可以達到800AM 那我自己測下來呢是可以達到這個速度沒錯 那因為我的網路已經升級到1.2G了嘛 所以就有點不夠用 這台呢是同一個公司最新型號的CM2000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通訊協議從Doxys 3.0提升到Doxys 3.1 那它號稱呢它這台速度呢可以最高可以到2.5G 那就是適合我的方案啦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裝起來看看吧 好 那我們的CM2000已經裝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速度有沒有提升吧 那這裡呢我用的是Google Home的App 因為我現在的Router呢還是原本的Google Wi-Fi 好 現在在測速了 好 那這個結果呢就是 比我想像中還低一點啦 原本大概快800現在是877 但它大概也是符合我的預期 因為我現在這個Router呢 它的有線網路孔是1G 但我原本以為可以跑到什麼990之類的啦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說 把這個新的Router放上去呢 有這個超過1G的有線網路孔之後呢 看有多少的改進吧 好 那我們終於到了路由器Router的環節 那其實說真的相較於前面的Modem呢 升級這個Router對我家的網路影響是比較大的 原因是因為我現在正在使用的這個Google Wi-Fi一代呢 它是AC1200 那什麼是AC1200呢 前面這個AC啊 就是指Wi-Fi世代的分級 那一開始呢 這個Wi-Fi聯盟 其實是使用IEEE 802.11 後面加一個英文數字來做為分級 它就會先從B A G N AC AX 那這些英文數字啊 沒有什麼邏輯也非常容易混淆 所以他們在2018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推廣計畫 把當初的AC呢 就命名為Wi-Fi5 那後面的AX就叫Wi-Fi6 那就好像電信商的3G、4G、5G 讓人們比較容易理解 後面的這1200的意思就是 這台Router最高的速度可以達到1200M 就是1.2G 那你就會覺得說 這不是跟你升級過後的網路服務一樣嗎 那你為什麼要升級呢 這邊就有一個比較容易混淆的觀念 就是 這個1200M 其實是這個Router最高的流量 那你這個Router啊 它有很多天線很多頻段 所以 一個裝置可以達到最高速度 是遠低於這個數字的 那以AC1200為例的話 它最高的速度呢 單一個裝置 大概可以跑到300M左右 那這跟我測出來是差不多的數字 那你就可以想想看 300M跟1.2G 這個差距有多少 所以我們今天就 看看我們的主角 這個是Amazon 在並購Ero之後 推出了最新的 Ero Pro 6e 那它這個包裝的前面啊 其實就有說明一下它的特色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它就是說 它這個裝置啊 每一個裝置呢 有兩個有線網路接口 一個是1G 一個是2.5G 就是先前有提到的 那這裡就代表說 它這個裝置啊 是專門為了家裡網路服務 有超過1G的用戶 作為設計的 那接下來呢 它旁邊就有提到它是AX5400 那我們現在就會解讀啦 AX就是Wi-Fi 6 那5400呢 就代表這個相較於有前一台呢 它的速度有4倍快之多 那講到這個AX跟AC 5代跟6代的差別啊 我們就可以稍微講一下它們之間的差別 最主要的差別就是 調變技術的不同 它們從原本的QAM256 升級到QAM1024 那它號稱它的資料量呢 可以多25% 簡單上來說就是速度比較快啦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特色 像是延適比較低啊 耗能比較少啊 範圍比較廣啊等等的 那除此之外呢 這一台它在旁邊還有專門標記的 一個它是Tribane System 它不只是Wi-Fi 6 它還是Wi-Fi 6E 什麼是Wi-Fi 6E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升級到Wi-Fi 7之前的一個小改版 那6跟6E呢 基本上有架構成類似的 主要的差別就是 6呢是有兩個頻率 一個是2.4GHz 一個是5GHz 可以想像到說 這好像是飛機 你只能飛在兩個高度 一個是2.4GHz 一個是5GHz 那因為這個兩個頻率啊 已經行之有年了 大部分的裝置都在使用這兩個 好像是飛機啊 所有的航道 都在這兩個高度之上 那想當然而一定非常的擁擠嘛 就代表呢 你的裝置 比較容易受到干擾 那6E呢 就是它多了一個高度 就是6GHz 那你在上面呢 沒有這麼多的裝置 所以呢 干擾比較少 除此之外呢 他們在這個頻率上呢 還放了更多的最高速的頻段 那也就代表說 你比較容易跑出比較高的速度啦 我這次還有上次買的都是 Mesh Router 那相較於單一的Router呢 單一Router 你一定要放在家裡的某個地方嘛 在它旁邊啊 你就會覺得速度蠻快的 可是問題是你離它遠一點 有了一些遮蔽 像牆壁啊 金屬 你的速度呢 就會慢慢的衰退 那Mesh Router的好處就是 它會用一個以上的裝置 放在家中 那他們之間呢 會互相的溝通 形成一個單一的網路 那每一個這個裝置呢 都是一個發射點 那你的家裡的網路就會 視角比較少啊 範圍比較廣 這個Mesh Router啊 通常測速 會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 你先拿一個出來 把它當作單一的Router 先看看它的速度如何 接下來呢 決定把衛星的Mesh拿出來 彼此之間呢 是用無線去溝通 來試試看 這個無線橋接的狀況之下 你的衛星的Mesh 速度又是如何 第三個呢 就是 你每一個Mesh 都會接上有線 然後 這個稱為Backhole 就試試看 在這個Backhole模式底下 整體的網路速度又是如何 那我有稍微看一下 國外的一些大型的評測網站 像是Verge、Cnet、Tom's Guide 他們有對這台的速度 滿完整的測試 那我比較不滿意的是 為什麼他們不能像CPU或是GPU一樣 有一個很長的Benchmark List 然後你就可以去查價錢 來看看 最適合你的產品是什麼 這下面呢 我會附上個連結 那這個是我找到的 它應該是個人經營的 它就會把它所有測過的 不論是單一的 或者是Mesh的Router 放在一個很長的Benchmark List裡面 就好像是Router速度版本的 你就可以一下去看看 哪一個速度是你比較可以接受的 再對比一下價錢 以你的預算 找到最適合你的產品 好啦 那我們科普結束之後 我們就來實際測試看看 這一台到底對我家的網路 有多少改善吧 好 我終於把這個Ero Pro 6E安裝好了 那它這個大小 比我預期終於再大一點了 每次看圖片都覺得它很小 那其實比這個Google Wi-Fi 好像再大一點 不過anyway 在開始測速之前呢 我想要先講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 我原本以為iPhone 14 Pro 它會採用Wi-Fi 6E 不過很可惜的 到目前為止 蘋果全系列都還是使用Wi-Fi 6 所以我沒有辦法測 6跟6E之間的速度差別 第二個就是 這個家在鍵的時候 它沒有有線網路 所以我沒有辦法測試Backhole的模式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先試試看 這個網路到這個Router 到底速度有多少吧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測速了 OK 好 我們現在測到的數字 下載是1.45G 上傳是42M 代表我們現在可以跑到全速 就終於終於可以跑到這個網路服務的全速 都會感到非常的滿意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來測測看 從這個Router到家裡各處的速度 那我先前呢 就已經把這個Google Wi-Fi的速度記錄下來了 我記錄了三個點 第一個呢 是訊號最強的一樓 第二個是二樓 最後是訊號最弱 二樓的預營室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在這些地方速度可以增加多少吧 好 我終於把速度測完了 那我會把這些資訊呢 分享在螢幕上 供大家參考 簡單上來說呢 不管哪個地方測出來的速度 大概都有快了一倍以上 對於這個結果我非常的滿意 那我們就來總結一下 這次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吧 我們準備了兩個設備 第一個呢 是MODEM 數據機 第二個是無線路由器 Router 那就是因為有這兩個設備的加持 我終於可以把外面升級過後的 1.2G呢 帶到家裡面來 那如果我之後呢 對於家裡的網路 還有什麼更新的計畫的話 我還會在繼續這地方做分享 好啦 那這次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或是意見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吧 Peace out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